請你加油好嗎 你加給他 好 我會把你的太快 加油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雖然你常常讓我很痛痛 但是我願意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可以一起加油 2021年當時我還在比全民心運動會 一比完我就殺到基隆去瞧瞧這位女孩的真面目 畢竟呢我們也是相差了六歲 我真的很怕我們溝通會有一些代溝 結果一聊呢發現嗯真的有代溝 但是沒有關係我們能聊的東西還是很多的 後來我就在情人家當天跟著告白了 也順利在一起了 當然在一起之後就是很多的約會 在約會的過程中我們越來越了解彼此 我越來越看見這個女孩的純真與善良 而這個女孩的個性好像就是我在找的那個 我也開始在思考跟著女孩的未來 也很感謝她陪著我工作陪著我到處體驗人生 很常有的事情但是要遇到最重要的人 遇到對的人才是最難的 我想我已經遇見我最對的人就是你BeeBee 而且我跟你每次吵架 你都是當天很好 從來不會這麼隔夜 謝謝你們的寶貝 沒有度過這些日子 所以我想達成的說 對啊 請你加油嗎 你加油 好 我會答應就太快了 加油 I love me 你真的很願意 I love me 你真的願意 I love me 我願意你加油 你願意 雖然你想讓我很痛痛 但是我願意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可以一起加油 好那請戴上去 你要退下帶啊 退下給他帶啊 我們到屈公所了 終於準備要登記了 我們準備要登記了 好難以想像 我昨天還沒有辦那個單身趴 忘記了 你要帶中指嗎 我可以帶中指 中指是訂服 好 連貼連一個 來一個 來一個 風燦傳媒 FTNN新聞網的朋友 大家好 時間過得真快 風燦傳媒已經滿一週歲了 中心祝福 生日快樂 健康吃百里 也期許風燦傳媒 不斷突破創新 善用新媒體 新力量 和國人同胞 一起迎向美好的未來 最後祝福 工作同仁 萬事如意 何家安康 2023年4月 風燦傳媒誕生了 以後走來我們無謂辛苦展現專業 讓FTNN新聞網達成千萬瀏覽的成績 我們無謂付出展現創意 讓網路節目達成千萬人次觀看的目標 謝謝你們一路支持與陪伴 風燦傳媒 感謝由你